现在各位看到的是鹰匠的阿利伯克级驱逐舰 鹰匠最近光天化日下抢石油的行径已经被大家指向 而在DCS内 鹰匠继续继承了他们一脉强盗的行径 一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 直接抢占了一方大型海上游田 此时游田已经被鹰匠控制 伯克级驱逐舰正在为其守护安全 而此时我方一艘052D驱逐舰 受到甲方的委托 刚好从附近路过 随即在空机卫星的指引下 在距离海上游田不到200公里处 对其所属游田展开了毁灭性的打击 052D驱逐舰开始朝着海上游田 发射鹰匠18系列导弹 至于海上游田上 谁还在就不归我们能管的事情 因为甲方才是游田主人 我们只是按照甲方的主妇执行任务 鹰匠18系列导弹 除了有反舰功能外还有对岸能力 它是可以当作巡航导弹进行使用的 此时052D驱逐舰携带的 32枚鹰匠18系列导弹全部发射完了 朝着游田所在的方向快速地飞了过去 当然这其中有几枚是有反舰模式的 是冲着伯克级驱逐舰而去 至于是哪几枚就要伯克级驱逐舰自己去分辨 而伯克级驱逐舰这边 在预警直升机的协助下 开始骑射标准6防空导弹进行拦截 短时间内数十枚的防空导弹 就被它发射了出去 至于它想进行反击是不可能的 因为它们后期型号根本没有装备反舰导弹 所以我们052D才会靠得如此接近 而30多枚的鹰机18系列导弹 前期是亚音速巡航状态 所以在这期间被拦截了不少 但是伯克级驱逐舰 可无法分辨到底是哪几枚打击它 只有将30多枚的导弹全部拦截一遍 才有可能躲过打击 但显然30多枚的已经形成宝核攻击的导弹 可不是短时间内就能解决的 随即剩余的十几枚未被拦截的鹰机18系列导弹 其中几枚开始了最后的末端加速 将会以三马赫的速度冲向伯克级驱逐舰 最后伯克级驱逐舰并未能防守成功 被打爆在了海面上 主要来袭的导弹数量多了一些 不然伯克级驱逐舰的防空能力还是很强的 而剩余的鹰机18巡航导弹 此时也接近了海上油田附近 开启了最后的末端机动 中文字幕提供 最后在数十枚巡航导弹的轰炸下 海上油田彻底爆肥 在海面上找起了熊熊的大火 油田上的偷游大盗应该也跟着一起归系了 到此甲方委托给我们的任务圆满完成 狠狠地打击了偷游大盗的强盗气势 那今天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